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生草 打人这么厉害 我肯定得出点绝招 真好看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 不好意思 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 我嗓子眼儿 有一种那种发干 要冒火的感觉 然后眼睛有点发痒 上火了 听说你也上火了 然后眼儿不一边大 这边显得会大一些 支持有点 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觉得得跟大家在吃的方面呢 让大家如何懂得怎么来调理 要吃硬剂的蔬菜水果 所以今天特地把你请过来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厨房达人 我是营养师陈志坤 叫营养师陈志坤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 马大厨 大家好 马厨平 对 马大厨今天特别不容易 嗓子眼儿跟我是一样的 免得挺发言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给大家备了几样印记的菜 这几个野菜大家都知道是叫什么名吗 来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如果说您是常常下江湾的话 就会看到这个菜 祭菜 非常好 马大厨你说哪个是祭菜 这个是祭菜 以前你做什么馄饨啊那些东西会用到它 对 来 我们答人 请问你 哪个是金介 说实在的这个菜我还真面见过 哦 真的吗 真面见过 当然我看一看啊 我应该可以用排除法 用排除法 这个蒙一下 显得特别自信 你说是哪个 这个已经有了 这个也不是 这个好像也不太像 哪个是你告诉我 我感觉是这个 你觉得是这个 对 正确答案其实就是这个 哪一个是番薯叶小红薯叶 这个烤到我了 哎 今天我做菜要用到它 这个 番薯叶 啊 我比较了解 哦 这是比较了解的 其实这个东西啊 清水焯一焯放一点酱油 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 就这么拌着吃 能吃到家的感觉 哪个是曲麻菜 曲麻菜 那应该就是这个了 就这个了啊 是的 啊 错了会很尴尬 OK 哈哈 我已经做好心理整理 绝对是它对不对 没错 一定不可能是它是吗 对 来 我们大家请看BC啊 啊 好 对 嗯 肯定是它 好 然后最后一个剩的 那就是扫帚菜 哎 告诉我们今天你要做的第一个菜是什么 季菜 鲜虾 菌骨会 来吧 季菜 鲜虾 菌骨会 先把今天来面的主角请出来 嗯 大家可以看到啊 你看 季菜长得也很漂亮 而且呢 有梗有叶 这个菜呢 咱就把它直接顶刀切成碎末就OK了 哦 好 其实你除了是一位营养师以外 你也是在厨师上有一个认证的叫做 二级济师 二级济师 对 当年我也是学厨出身 哦 学厨出身 只是后来呢 做不太屁了 哈哈哈哈 做营养师的 对 后来没有马克做的好 所以就改行了 没有没有 你是有师哥 其实呢 吃的这个季菜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非常了解它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有做功课 各位看到 写的四个大字 口吃加饭 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特别背了一本天书 真的 我们从各种各样的一些古籍经典当中 挑出了关于季菜的一些说法 因为季菜还有另外一个学名 说出来以后 就让大家不由得为之一阵 叫做护生草 而且在中医学认为季菜是性味甘品 它也不热 也不寒凉 可以去干火 具有清干调皮和和血沥水之功效 所以这是好东西 好东西 咱俩别说相声 对对对 你做我的捧 我做你的豆 现代医学药学的这个实验也证实了 证实什么你知道吗 季菜具有多种医疗功效 而且有良好的降血压止血的作用 对于麻疹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对 其实季菜因为它是一种植物 刚才说过了 它又是属于野菜一类的 生命力很顽强 所以像季菜呢 它里边像绿色的所有的蔬菜当中 它富含β胡萝卜素 β胡萝卜素 白糖 瓦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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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化学学的不错 所以这种胡萝卜素呢 它在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A 所以对于刚才你这个情况 比如说颜角特别痒呀 有奇效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就请出这个 咱们第二个食材啊 一个是黄的 这个大家应该都吃过 华子菇 华子菇 对 这个菜呢 因为都是菌类 但是它今天的这个菜里主要起的是 让颜色更鲜亮 因为现在单身不是说好吃了 还好看啊 那就是咱们这个口模 像西餐领域的比较多啊 而再就是咱们这个蟹肉菇 这个市场很常见 所以这三种蘑菇呢 在任何的市场都可以买到 三种蘑菇咱们加工一下 像这个口模的 咱们直接给它切成馅儿 那接下来咱们放点 花子菇不用切 对 花子菇不用切 这个也不用切 因为它是刚刚成型的啊 所以接下来呢 来一点香 其实麻辣说它像这么挥在一起的话 你觉得这味是不是挺鲜的 肯定挺鲜的呀 挺鲜的 因为蘑菇它有特有的清香味 在咱们做 比如说蘑菇做鸡肉的时候 它是一个特别完美的集合 接下来关键就是要把虾处理一下 这个是买的咱们的整颗的大虾 这会儿要上浆一下 拿蛋清 用蛋清 把蛋黄分离出来 我觉得嫁给你会那个女人会特别幸福 尤其是做月子的 之前我也这么觉得 结果呢 结果是相反的 因为现在这个工作比较忙 所以一个月在家吃饭吃的很少 所以我特别渴望能够回家做吃饭 所以吗 应了我们节目 所以说呀 今天我来了 这节目上的四个大字 渴望回家吃饭 对不对啊 挂完浆之后呢 咱们的水已经开了 咱就开始准备超市菜 好 加一点盐 少量的盐 一点就好啊 然后呢 再点两滴油 大家在外边餐厅吃饭 会发现餐厅做的饭 颜色非常的漂亮 其中一个奥妙就是 他们在焯水的时候会加几滴油 咱们前面里面以前也提到 应该有老师 会保持那个蔬菜在焯水的时候 对 鲜嫩的那个外观 是的 嗯 哎 你这个要焯多长时间 开锅 一到两分钟 你可以 一到两分钟 你焯了也很好熟 已经开锅了 开锅了啊 其实我觉得你这么焯完之后 这个汤 要是不用可惜了 一会给你留着 可以喝一点 哎真的真的 我肯定会喝 这汤绝对行 咱们今天这个菜叫 这个焯菇会嘛 就是连汤加羹加菜一起的 又能盪汤菜 还能盪咱们吃的这种菜都可以 OK可以了啊 好 焯完之后呢 咱用这剩余的水呢 直接把虾炒一下 好 那这汤就不能喝了 这个海鲜进去了 口味怪怪的啊 好 把这个虾咱们炒一下啊 炒虾仁 像你们一般在酒店里面做饭的时候 也是它是这个方法吗 有飞水和滑油两种方式啊 滑油的呢 就是先飞水再去滑油 还是得先飞一点水 对 取毒的新闻啊 所以今天我这个做法就是从传统的餐饮改过来了 因为你看这个虾本身是油脂蛋白 但是传统餐饮一滑油之后啊 你会发现它会吸一层油 是啊吸一层油 所以这样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油脂的摄入 嗯啊 OK 但是我觉得我们做了半天 你那剂菜啥时候开始用了 别着急 俗话说的好 主角都是压场的 嗯 加入少许的橄榄油 橄榄油 这用橄榄油 特别健康 嗯 那油烧热之后呢 咱们就把这个放进去炝一下 嗯 那煸出香味来微微发黄 就把咱们刚才嗯 这个超过水的嗯 蘑菇 哇哦 好 二级即食果然不一样啊 好 稍微炝一下香味出来之后呢 咱们就加入少许的开水 其实我的概念当中呢 一般的营养餐都不太好吃 好多人觉得营养东西不好吃 好吃的东西不营养 嗯 我的一个观念就是要 提倡两个字 叫裸烹 就是用最少的调味品 啊 然后来做饭菜 吃饭菜 本身自己的味道 在菜的用料上 其他辅料尽量少用 尽量不用调料 尽量不用调料 对 用最天然的调料是最好的 你看调味呢 我只需要用两种东西 嗯 第一种就是咱们 去腥特别好的 家家必备的 嗯 白胡椒粉 嗯 第二个呢 就是加一点盐就好了 嗯 完之后咱就把大虾 嗯 因为刚才焯过水了 已经是九成熟了 所以出锅再放 嗯 好 咱们这个完了之后 把咱们最后的主角 请进锅 嗯 OK OK了哈 咱们来尝尝啊 这个菜到底怎么样 我来啊 季菜鲜虾炖菇菇会 来来来 做你的啊 好 尝尝 关键就是在于味道 刚才说它营养啊 这些东西 对于我一个吃货来说 我现在暂时不想考虑那些 哎真不错 而且你放了一下 那个胡椒 嗯 以后它这种辣辣的感觉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这三种蘑菇选的也好 嗯 这个蘑菇的质感不一样 吃到口腔里之后呢 嗯 有层次 嗯 比如说这个花子菇 它是滑的 对 啊 那么那个相对来说 口膜是有嚼劲的 嗯 那么蟹味菇呢 是比较吸收味道 比较浓的 今天咱的主角是季菜啊 但是刚才说过了 季菜它毕竟是一种蔬菜 嗯 大家要记住一点就是 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 可以满足人体的需求 对 所以咱们提倡食物多样 嗯 我们吃完了这个菜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太太乐的调语萍 喊您回家吃饭了 您就会知道 今天我们营养达人带来的 裸蓬的这一道 季菜鲜虾菌菇会 它究竟的做法是怎么样的了 其实这道菜啊 它有几个小窍边和注意事项 大家可以去这个注意一下 各种菌类的组合 它从颜色味道口感上 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 你看咱们的鲜虾处理 传统的是用油炸 而我今天呢选择的是用水来焯水 这样可以减少油脂的摄入 这个季菜呢是最后才入锅的 这样就可以把季菜中的苦味 不能让它污染咱们其他的食材 所以季菜是季菜的味 菌类是菌类的味 咸虾是咸虾的味 所以这道菜送给大家 今天您会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什么菜 达人这么厉害 我肯定得出点绝招啊 我今天做了一个番薯叶 海黄袋子锅贴 番薯叶海黄袋子锅贴 很霸气啊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麻头熟这些菜 来 准备 咱们先把袋子切成钉 黄颜色的袋子 黄金袋子 黄金袋子 对 跟我以前建的白色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 而且您看看它这个韧度非常大 比您以往的袋子呢 它的韧度会大一些 我觉得这种手感真的就有点像瘦肉一样的 这个袋子大概得多少钱一斤 这个比正常的袋子要稍微贵一些 但是因为它颜色好 口感好 所以说呢 价格很贵一些 我今天拿这个来做菜 你看这个把自己家的一个家底都拿出来了 是 它真的是贷款上我们节目的 装起来 咱们再切 番薯叶 番薯叶又被称为地瓜羊 对 这个东西特别容易长 红薯只要买回来发了芽 你直接埋到地里面 直接就长一个芽 放羊材上放一盆土 就可以吃一下 切碎 切得很细 不用很细 稍微的切开一点 基本就切完了 这两种食材呢 它是比较散的 所以说呢 我会用到的墨鱼胶 是要把墨鱼打成那个 对 给它打碎 因为现场制作时间长呢 我就提前做好了 完了我还会用到呢 咱们所谓的泡打粉 一点点 怎么分辨它是泡打粉 泡打粉 你看它更碎 更碎一些 对 摸起来是有那种颗粒感的 是 这是生粉 生粉 生粉更细 对 面粉 面粉 三种粉 放的量呢 咱们来看 泡花粉少量 完了面粉跟生粉呢 是一比一 加点水 还要做一个糊 对 做一个糊 那为什么一定要加那个泡打粉 泡打粉让它发起来 发酵 完了之后它这个糊呢 就蓬松起来了 来 我们接下来干嘛 腐皮 这是我提前准备好的 这块好东西 好东西哈 比较有营养也是 咱们把它拆开 特别棒 对 拆开 腐皮怎么挑啊 看它好坏 腐皮要挑韧性的 薄厚均匀的 而且腐皮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做菜的时候容易干 要一些湿毛巾啊 给它包裹一下 腐皮准备好了 咱们拿一个碗 这个呢是墨鱼椒 墨鱼椒 这一看就好吃 和黄金贝 黄金贝 和一块 对 和一起 对 您再帮我把把蹄切一下 好 来 我来 切成粒 因为呢 这几种原材料呢 都是比较散的 所以说呢 利用墨鱼椒的粘合性呢 把它粘在一起 好 够了 够了 您再帮我切一点小葱 好嘞 香菜末 这个这活好多年没干了 欢迎当年师傅的感觉 这个翻手一样 翻手一样 现在倒进去 对 放进去 再加上香菜末 对 其实我们以前做锅贴 没有用虎厨皮来做的 它是这样 咱们这个呢 就是一种叫法 叫锅贴 但是跟咱们平时吃的锅贴 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做的那个工具流程 跟锅贴也是一样 不是包裹起来 它是整片的 好 够了 谢谢 好 咱们呢 去除腥味呢 放入胡椒粉 少量的 放一点点盐 大家注意呢 就是墨鱼有的时候会很咸 所以说放盐的时候要慎重 低盐 对 低盐 墨鱼自己会带咸味 对 放一少许的鸡精 好了 咱们给它拿筷子搅聚 我觉得看这个节目的确是挺残忍的 一边咽苦嘴 一边在看 诶 像厨师一般在做菜的时候自己会馋吗 呃 不会 我们呢 通常呢在我们工作之前呢就吃过饭 真的 老板就想到这个问题了 是 放入油 拌煎炸 现在把糊给它浇上去 这个糊 从营养学饺子 它很有效的保护食材 减少它营养素的损失 所以传统餐饮 你看上浆挂糊 都是有好处的 就是这样子 咱们给它抹平 油温上来了 咱们用一炸子 其实我真的很担心它会散 不会 不会 放进去 哇 其实我觉得野菜还有各种各样的示范 今天的麻达婆是用一个比较 复杂的 相对来讲会更美味的一个做法来做的 更美味 更好吃 像那个在重庆那个折尔根鱼精草 其实就是放一点什么酱油 花椒 辣椒 拌一下就好了 拌一下再放一点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放糖 白糖量 还有醋 哦 醋 对对对对 咱们给它翻一个面 这边已经好了 金黄色出来了 我觉得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 到了刚好是春天嘛 对吧 对吧 我们应该多吃一点硬剂的野菜 对 来均衡一下我们的各种营养 而且这种硬剂呢特别重要 因为野菜只有在春天才有 哦 所以春天就吃春天的野菜 哦 过了这个季节 想吃都没有了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哇 真好看 哎 哎 哎 不错 我准备西油纸 好 对了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要少油 少油 健康营养抹烹 你当着它面说一下 因为麻大厨脾气不是特好 它刀呢也丢了 刀现在我这 好好 当我先说 你先说 你先说 你觉得这菜这么个做法的话 在营养学上讲怎么样 你看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 真的吗 你说它对 就是相对来说呢 它用油比较多 但是第一呢 我认为呢 它的油没有完全用 同时呢 我会用到西油纸 咱们呢 把多余的油纸呢 给它吸出再吃 再拿两张 所以说呢 你吃的呢 也不会太密 多利索呀 哎呀 吓成这样 从来没见过哪个大人 我得敷好才行 很香 我本人是特别喜欢吃 那个红薯叶的 但这样的肯定第一次吃 海鲜和红薯叶野菜 完美的结合 这道菜就做好了 哇 太太了 调一瓶 喊您回家吃饭了 您就可以知道 马大厨今天做的这个 红薯叶黄金袋子锅贴 它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的了 这道菜呢 主料呢 有海鲜 墨鱼 还有咱们印记的红薯叶 那么加上腐皮当中呢 给它固定之后 利用那个墨鱼的粘合性 把袋子和红薯叶 给它粘合在一起 粘在腐皮上 表面呢 封上脆浸糊 拌煎炸 给它煎炸成金黄色来完成 这道菜就做完了 这个黄色的就是那个黄金袋子 黄金袋子 黄金袋子 这个白白的呢 就是刚才您用的那个 墨鱼 对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各位啊 你们都别往上冲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肉还没切 快把火锅还下 完了 出洋相了今天 要加水吗 不好吃了怪你啊 哎呀 就赖上我了 小动作来了吧 你看 这没有兔子宫能来吗 哎呦 来鸡精吃哦 哎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配合太好了 哇 哇 光火 观众朋友 咱变砸了 口感特别好 哇 嗯 为什么这么鲜 好吃 因为用了海鲜 嗯 用了海鲜 而且它里边还有脆的口感 就刚才的马蹄 嗯 好吃 嗯 哎呀 吃了这么好吃的菜 而且有那么多营养 而且呢 这几个菜 还能把你的那个 智齿的肿给消掉 嗯 也能把我眼睛里的火 给吃掉 这真的是又好吃又美味 而且还能有功效 到了这个季节 我觉得我们就得做一点 这个钥匙同源 让自己一举多得的一些菜 给家人共同的享用一下 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